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齊邦元老師 我想莫言先生 您大概看過他的《巨留盒》 因為他今天不能來 所以他特別有一本書 把他的《巨留盒》簽了名 然後贈送給莫言先生 我這邊要特別把齊老師寫的幾句話 公開的念一下 齊老師其實上他是九十歲了 所以他說他是九十歲的祝福 這是他的祝福 您在生死貧勞的後期史裡 說到長篇小說的必要和卑領 使我有另一些角度認識您這位作家 並且增添了文學影響人性的希望 中國北方是我深深的故鄉 也曾經是我這一代付出血淚寶貝的故鄉 久別了也幾乎是永別了 我慶幸能在台灣落腳生耕 但仍然殷切地盼望您多說悲悯 這人間智力 幫助半世紀在鬥爭中的人心回暖 能夠看得見 The softening of the heart 這次齊老師送這本書給莫言先生 所寫的幾句話 多謝you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